都说狐狸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 它们多疑狡诈 对人类有极强的戒备心 但这只狐狸却对小女孩毫无防范 甘愿将自己的命与孩子化成信任交给它 甚至有种飞蛾扑火般的壮烈 今天给大家带来唯美剧情电影《狐狸与我》 秋天的清晨阳光照射山间 投射出一片金黄 鸟儿鸣唱 动物开始稀稀逆时 背地今年十岁 每日上学要经过一条山间小路 今天一道棕红色的身影在前方闪过 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见狐狸 捏手捏脚的跟了上去 悠闲的坐卧在山坡上 阳光照射下皮毛火红赠亮如同精灵 捕猎时快速敏捷且智慧 背地忍不住向前挪动脚步 有那么一瞬 背地以为可以抚摸他 但是当狐狸与他对视时 眼里满是恐惧与防备 下一秒掉头就跑 看着奔向远处的身影 他被深深吸引 从那以后 背地每天都去初次见面的地方寻找 希望能再次见到那只狐狸 或许还能有机会将其驯服 这期间 背地发现森林深处就是另一个缤纷的世界 快如闪电的羚羊成对奔跑 触碰就会冒烟的蘑菇 一件都神秘有意思 与大自然相比 自己那么渺小 秋天在他的寻找中过去 却始终没有见到狐狸的身影 可背地不知道 狐狸也在暗处观察着他 直到雪花漫天飞舞覆盖大地 到处白茫茫 让一切变得清晰 兔子 小鹿 还有野猪的脚印 都在雪地中暴露无遗 背地一处一处辨认 终于发现狐狸的足迹 他激动的顺着脚印寻找 突然随着上方的鸡血掉落 传来狼的好叫声 背地吓坏了 拼命往山下跑 却慌不择路掉进了山沟里 因为摔坏了脚 这个冬天只能在屋子里度过 但对狐狸的执着却并未消退 他看了许多关于狐狸的书籍 了解他们的喜性 甚至想象自己就是一只狐狸 而深山里 因为大雪久久没有融化 狐狸逆食相当困难 暴露在外的时间长了 自然会招来天敌 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附中餐 好在狐狸够警觉 逃跑也够迅速 情急之下 躲进窄小的树洞中 才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不敢再出去 鸡肠碌碌度过一夜 此日清晨 狐狸小心翼翼探出脑袋 确定没有危险才爬了出来 因为洞里虽然安全 但不吃东西一样会死 背地时常会听到狐狸的叫声 每每这个时候都会打开窗子学着咕咕叫 似乎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沟通方式 而狐狸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 别的狐狸都已成双成对 只有它依旧形单硬直 然而在某个月光明亮的夜晚 狐狸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它们如胶似漆一起逆食玩耍 寒冷的冬天都有了温度 随着时间流逝 狐狸夫妻的苦日子也即将到头 春回大地 冰雪融化 万物复苏 动物们的食物也丰富起来 但所有事都是好与坏共存 春天也是人类狩猎的季节 毒药 陷阱 武器 一切都用上了 背地担心猎人会伤害到狐狸 但她的脚还没好 依旧出不去 即便能出去 她又能做什么呢 狐狸夫妻依旧恩爱 经常能在草地或者溪流边 见到他们的身影 有一天 狐狸的爱人发现树上挂着肉 没有抵住诱惑 吃了下去 不多时便感觉腹中灼痛 在痛苦嚎叫中弃绝身亡 狐狸悲痛欲绝 却再也无法将其唤醒 她知道这是人类犯下的罪恶 就在这时 暗处的枪口对准她 狐狸眼里有恐惧也有憎恨 好在这一枪有些偏离 她才捡回一条命 以前温软的洞中又变得阴冷 她难过极了 不懂人类为何如此残忍 难道只是为了一条狐狸围脖吗 贝蒂被禁足两个多月 妈妈终于允许她外出 迫不及待再次踏上寻找狐狸的山路 根据爸爸传授的经验 这次她找到了狐狸的家 狐狸发现有危险靠近更加紧张 因为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洞外的小女孩看着单纯 可她却无法忘记人类的恶毒 贝蒂为了解除她的恐惧 坐在远处静静地看着 狐狸却一直没有动作 直到她离开才带着孩子快速转移 对她来说 这个家已经不再安全 贝蒂很快就找到她的新家 这次没敢贸然上前 就坐在对面的山毛举树上观望 直到发现刺猬偷吃了她带来的面包 脑中灵光一闪 有了好主意 她把食物分散丢在地上 果然心心念念的狐狸出现了 看着她与刺猬打架 贝蒂忍不住大笑出声 狐狸看见她依旧转身逃跑 可贝蒂并不回心 无论刮风下雨都会来送食物 有她的救济 狐狸母子的日子好过不少 时间久了 狐狸默认了她的存在 经过整个春天的感情磨合 狐狸的防备逐渐减少 终于不再刻意躲避 这段时间正赶暑假 贝蒂有很多时间耗下去 渐渐的 狐狸允许她接近 但依旧拒绝抚摸 就算使用计谋也无法成功 再后来 狐狸会带着贝蒂到处逛 有时见她跟不上自己的脚步 还会停下来等待 贝蒂偶尔能触摸到她软软的皮毛 温热的手感让她感觉格外幸福 贝蒂也见识了更多美景 有小孩子应该进足的水漩窝 还有隐藏在山间的瀑布 长相憨憨的水塔 总之 这是一个充满探索的世界 有时狐狸也会闹脾气 故意拉开距离 不准贝蒂靠近 一人一胡来到山谷狄窝处 这里有大量青蛙 他们戏耍着青蛙格外开心 狐狸大概被她感染 也异常兴奋 结果意外掉进了河里 原本棕红的毛 全部贴在身上狼狈不堪 感受到贝蒂的嘲笑 失落地朝远方走去 再后来 狐狸有了自己的名字 提图 狐狸听见贝蒂叫她 会立刻给出回应 提图会提前预测到下雨 带着贝蒂躲进山洞中 里面有她从未见过的熔岩石 而山洞里结构复杂 贝蒂见不到提图身影时 便会感到紧张害怕 也难怪 这里就像某个妖精的洞符 处处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加上时不时会有石头 落入水中的声音 无形中烘沱了恐怖气氛 她走了许久才看见出口 却一脚踏空滚下山坡 幸好没有受伤 但夜晚森林失去了白天的宁静与美丽 树枝交错形成大王 像会吃人的怪兽 各种夜行动物发出怪叫声 远处总会冒出一双幽绿色眼睛 如同鬼火般到处闪动 直到月亮从乌云中冒出头来 贝蒂才看清眼前的状况 各种夜行动物在丛林中穿行 似乎懒得理会这个不速之客 萤火虫飞入掌心发出淡淡光亮 贝蒂的恐惧慢慢消退 睡了过去 隔天早晨 提图就趴在不远处 并且不再拒绝抚摸 这趟冒险之旅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而贝蒂一夜未归 家人们焦急万分上山寻找 提图听到声音后迅速跑开了 因为他信任的是贝蒂而不是人类 贝蒂回家后被禁足一周 但他的心里全是提图的影子 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跑进山里 用自制的小哨子呼唤提图 不久远处回应了咕咕声 紧接着一道棕红色身影迅速朝他奔来 扎进他怀里轻尼地乱蹭 提图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贝蒂 这份信任他用生命做了赌注 但他从不敢拿孩子们冒险 所以从不向贝蒂透露一丁点新家的消息 每次约会结束都会快速消失 警方贝蒂偷偷跟踪 贝蒂也明白他的担心 从不过分追踪 他们之间虽无言却格外默契 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了许久 互相陪伴领略大自然的风采 静静听着鸟叫缠鸣 直到有一天 提图回家的时候遇到狼群围攻 他不得已爬上干枯的木桩 惊恐之下发出凄厉的叫声 贝蒂躲在暗中犹豫很久 他怕自己贸然出去会遭到野狼围攻 可发现提图即将无法支撑的时候 还是颤抖地站出来引起狼群注意 果不其然 狼群发现新的目标 不再攻击提图 反而向他这边围拢 面对那些凶狠且贪婪的目光 贝蒂强装镇定 他想起爸爸曾经说过 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跑 所以他大叫着向前冲 狼群被他突然的举动吓得四处逃窜 关键时刻 他用睿智化解了危机 因此也彻底赢得提图的信任 带着贝蒂去了自己的新家 把孩子们介绍给他 小狐狸们也很快接受了贝蒂 从此以后 贝蒂多了几个小尾巴 然而大自然的危险从不会停止 天空中的鹰向小狐狸那边俯冲而下 关键时刻 贝蒂用身体护住了他 否则提图将失去一个孩子 悲剧虽然没有发生 但贝蒂的心里多了一次担忧 他想把狐狸们放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方便随时保护 因此 他带着提图来到村庄附近 让他知道什么是汽车 什么是烟火 但狐狸们对人的戒备极重 从来不肯近距离靠近村庄 于他们而言 那里全是两条腿的恶魔 但贝蒂多希望他能接受人类生活 甚至愿意跟着自己回家 所以他在林中圈了一帮土地 升起火堆 假装饰自己的家 然后邀请提图进入房间 并且拿出项圈戴在他的脖子上 希望他能像狗一样听话 而这个举动却触及了狐狸的底线 拼命挣扎反抗 最终咬断绳子逃走 他们的感情第一次有了裂缝 之后几天里 提图都不肯出来相见 贝蒂也赌气不再去森林 可思念却时常啃咬他的心脏 顺手拿起小哨子吹了几声 结果却看见提图向他奔来 他太想贝蒂 愿意冒险进入人类地盘 把所有的害怕和防备都放下 试探着小心一步一步踏上楼梯 似乎决定不顾一切 甚至有种飞蛾扑火的壮烈 贝蒂带着提图回到自己房间 顺手关闭房门 以后这将是他们两个的小天地 可提图很快就感受到空间的压迫 心中的不安被无限放大 他上蹿下跳寻找出口 贝蒂却以为他在捉迷藏 当真正感受到他的烦躁之时 已经晚了 提图一头撞碎玻璃冲了出去 三楼坠落导致他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 贝蒂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辜负了提图的信任 已无法补救 使自己把爱和战友搞混了 狐狸不是毛绒玩具 他本应该属于大自然 拥有自由 最后流着眼泪把提图送回家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提图的伤才完全恢复 听到贝蒂叫他的时候 依然会回应 却不肯再靠近 这份信任让提图差点丢了命 他与人类始终有距离 无法做朋友 慢慢的便不再出现了 多年以后 当贝蒂给儿子讲提图故事时 他说爱不是战友 他有自己的家 就是森林 我们不能借爱之名 把他变成自己需要的样子 如果当时能让提图感受到轻松 他一定不会离开 《狐狸与我》上映于2007年 影片安静地讲述着简单的故事 几乎没有太多情节的倾诉 可是却直击心灵 镜头里那些连绵的群山和漫山的野花 藤蔓交错眼映的古墓藤螺和丛丛灌木 稳稳郁郁的森林里 到处阴晕着稀稀疏疏的生命迹象 那便是动物们在落叶间自由的舞蹈 没有繁杂的人物 没有大起大落的爱恨景丑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淡淡的 用最朴素的语言 让人们从麻木中苏醒过来 仿佛用力呼吸 就能够闻到青草的气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